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言语的影响力 言语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非常强调言论的自由 我们在北美的社会当中也非常注重这方面 我这个PPT的第一页广告,我也是请Simon的儿子苏冲帮我做的 看到他也用这个图片,图片也是看到在北美当中 常常会有些游行也好,抗议也好,实际上是表达人的声音 那么我想在前一段我们也知道在美国 川普总统也被媒体所限制 因为有时言语的影响力是蛮大的 本来是在强调言论的自由 也蛮讽刺的,总统也被限制 将他推特的账号取消 我想在最近缅甸,缅甸而生的抗议 抗议呢,当地的政府将网络关掉 我想政治的,类似这个言论的议题也是政治的敏感的话题 我想在有的时候的政府啊,或者也有他 采用不同的,不同的措施 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价值的取向 那么我们通常有句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里就说呢 让棍棒或者伤筋动骨一百天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要修养和恢复 那似乎好像言语对人的伤害如何呢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是雅各书这段经文呢 讲到言语的杀伤力也好 比如说是比筋骨伤害呢 甚至更加的厉害 有的时候言语的伤害 比伤筋动骨 可能还更难以恢复 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仅仅是可以算出的一百天 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 甚至都不一定完全的恢复 甚至言语的伤害 还可能会引起仇恨和战争 这言语的冷暴力 也有极强的影响 有一句话说 一言计出 司马难追 这个比喻呢 人说话要算数 说到做到 但其中呢 也是看到呢 言语的话语一旦说出来 就追不回来 就像泼出的水 没法再收回来 在16世纪的罗马 有一个故事 有个叫圣菲利普 他也很有智慧的 很多无论是 很多富人 贵族 都来找他 因为他常常说出 很有智慧的话语 言语 甚至平民 是乞丐 也喜欢他 因为他非常善解人意 给人有许多的智慧的 启发和引导 这有一天呢 一个富人 就来到了 圣菲利普的面前 他说呢 他说这位富人说 他自己目前现在很苦恼 说他原 他倾诉的意思 就是他 说他心地并不坏 只是呢 常常说三道四 喜欢在人的背后 说些无聊的闲话 所以这些闲话 传出去之后呢 不仅给人造成了 许多的伤害 也使他的人际关系 很不好 以至于他 连一个真心的朋友 都没有 圣菲利普呢 就对他说 我知道你 苦恼的原因 现在来求助了 他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不想再 为吃苦恼下去呢 我建议你 你现在 你到市场上 去买只鸡 然后呢 走出到市镇上 沿路 你把这个鸡毛 拔下来 你就四处 四处放好 连续的 直到拔完为止 你再过来 到这里来告诉我 这富人觉得 有非常奇怪的办法 但为了消除自己的烦恼 他就去 真的去做了 真的则按照 圣菲利普的建议 去做了 到市场上买只鸡 走到城镇上的道路 路上 按照吩咐 把鸡毛拔下来 沿途散发 然后回到了 圣菲利普面前 说我按着你做的 按你说的 都做了 这圣菲利普说呢 你已经完成事情了第一步 现在还要进行第二步 你回到你原来的路上 将这些鸡毛 捡回来 这富人为难的说 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个时候 风已经把它吹到到处都是了 也许我能捡回一部分 但我不能捡回所有的 圣菲利普就回答说 夫人 那你脱口而说的 无聊的话语 也是这样的 常常会从口中 说出一些 就是说谣言也好 三派人的言语也好 也会像这样 像这些鸡毛一样 沿路散去了 所以 富人呢 所以这次的这个故事 我想我们大家很多都听过的 所以当想 当我们说很多话语的时候 有时需要想一想 我们的话 到底带来怎样的后果 不要像这些鸡毛一样 像鸡毛一样 散在路旁 那富人呢 我想应当是明白 圣菲利普所说的 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明白 言语的影响力 也是影响很深远的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三四年代 那时候 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 远凌玉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有句话 人言可畏 像在他的遗书上 也写出了 有很多类似这种 生活中的故事 一句的谣言 或者一句诽谤的话 或者无中生有的话 可以害死人命 像在中国文革当中 有很多人 也是因为一句话 而受到很多的伤害 甚至失去性的人 也蛮多的 人言可畏 言语造成的影响 不可低估 人的言语 会对一个人 甚至有致命的影响力 那我们所讲的每句话 在我们看来 也许无关紧要 但却会影响着 我们周围的人 有时候也许说 会说 说者无心 但听者有意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有时要明白 我们说什么 要明白 要晓得我们应该如何说 那很多姐妹们也会说 是刀子嘴 斗腐心 有的时候我们的说话 也反映出我们的内心 如圣经说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或者是言为心生 或从口出 我们所讲的话 有生命 盼望 有爱 还是带着纷争 破坏 所以在真言 十八章二十一节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那么 这里所提到的 一旦说出的话 说不出来 刚刚讲 用这种故事 也采出这个观点 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为什么雅各 雅各实际在第一章也说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动 也就是我们需要 留意我们所讲的每句话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三十六节 三十七节也说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不要聚聚共存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所以话语的控制 如此的重要 所以这圣经教导我们 要留意谨慎 我们要讲的话 英国的作家 约翰逊也说过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 古希腊哲学家 德姆克利特也说过 语言是生活的化身 这有不关语言的描述 也蛮多的 言语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 和操练 像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圣经 在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 一句话说的何疑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 那另个译本呢 圣经新译本呢 就这样说 一句话说的何疑 就像金苹果 相在银的器物上 所以看到 就像一个创造的 美丽的艺术品 表明话语是精心刻画 仔细思想 很美的设计 话语是有价值的 令人欣赏的 好像一个美术的设计 好像好的设计 易于看懂和欣赏 说一个智慧的言语 之期美好的 下面呢 我们就看 这顿经文 说关于舌头 或者关于言语的教导 那这顿经文呢 也告诉我们 言语是需要控制的 因为话语呢 有教导的作用 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这里说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拉住自己的全身 这里面 特别第一节提到说 不要多人做师父 孔夫子曾经说过 老师的职责 是传道 受业 受业 解惑也 但第一节所说呢 要受 要晓得 要受更重的判断 如同爱之身 折之切 受到的期待 与爱在 会更高 做师父 做老师的 随之而来呢 批评和判断 或是自己标准 对要求的标准 要求也更高了 教导什么 如何教 同样说呢 要 没有过失 言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 完全人了 这里完全呢 实际就是 成熟的意思 你可以凭 讲话的内容 和态度 来衡量 基督徒的生命 是否成熟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十一节说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丢弃了 说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巨大的影响力 你生活的目标如何 喜欢谈论什么 或常常谈论什么 许多人想 既然舌头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许什么也不说就好了 但是我们 不是生来就是哑巴 就是哑巴 也需要有哑语 来表达 和形体的语言 只有我们人 若离开了言语的表达和交流 是离不开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创造 父母呢 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老师呢 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职份 父母的话语 老师的话语 都会影响着你的一生 所以有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是从父母 家人 朋友 同学 或老师 领受的言语 一直会对他今后的人生 产生影响 雅各在前两章 在雅各书当中 前两章 已经告诉我们 成熟的基督徒 要有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要忍耐 而且要活出 真理的生命 与生活 在这段经文当中 各位在这里告诉我们 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 会有能力 控制舌头的 这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生命的流露 我们要懂得 人的言语的影响力 是极大的 那言语的力量 那这里 提到舌头 用比喻 舌头虽小 也许因为小 我们可能认为 不那么重要 但是却有重大的能力 巨大的能力 所以在第三节 第四节这里说 我们若把绝魂 放在马嘴里 叫它顺服 就能调动 它的全身 看哪 船 船只 使人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识 转舵 这里用比喻了 那通常的一匹马 通常有超过一千巴 那么舌头呢 大概一磅左右 那么船只呢 两千磅 三千磅 甚至还有巨轮了 那么呢 用舵 一定有舵的 我记得几年前 我曾经去过 圣地亚哥 那边在海港上 有中途岛之战 军舰上去参观 到他们的驾驶室 已经有控制室当中 不但有控制动力 还控制方向 用舵 那么这里呢 都是用生活中的实力 例子来表达 那我也想讲另外一个 希腊哲学家的故事 希腊的哲学家 通常代表着很有智慧 那么跟随他的人 在他的周围的人 也学到很多 曾经呢 他曾经让他的厨师 说 你给我做出一个 最好的菜 过了一会儿 他就厨师 做了一盘舌头 舌头 用舌头做的菜 一盘炒舌头 端上来 他对这个 这个厨师 对这个厨师 说 这个是 最好的菜了 舌头 舌头最有价值了 哦 这厨师家也蛮有趣的 哦 那我现在就 那你现在给我 做出一个 最不好的菜 好 这个厨师过一会儿 又端出一盘 也是 舌头 哲学家还问他 为什么 他说 最不好的菜 最不好的东西 也是舌头 所以呢 哲学家也蛮夸他 哦 你是 最聪明的 厨师了 好像厨师跟着 哲学家 跟着他也学了 很多的智慧 类似这个比喻啊 像呢 舌头 口里 口里 用舌头 说出呢 有祝福的话 也会有 咒诅的话 祝福的话呢 令人喜悦 除去伤心和失望 会产生灵感 令人向善 那 那咒诅的话呢 也会 令人 心碎 毁坏 名誉 纷争 在家庭 群体 民族 都会引发 争斗 所以 祝福的话 和咒诅的话 产生的结果 是不同的 真言当中也说 真言21章23节说 谨守口语舌头 却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同时这段经文问题说 勒主 指约束舌头 能够约束舌头 能够约束全身 所以雅各呢 把人和舌头 比如说 马和马的绝环 要告诉我们 马是需要绝环 来约束他 才能控制他全身 同样人的舌头 也需要被约束 才能约束全身 那马 如果把绝环 放在马嘴里 是叫他顺服 能调动全身 人手拿着缰绳 接着接在那马绝环的装置 是他可以将马匹控制 控制他的前行 后退或者是速度 都可以 如果人没有把绝环 放在马嘴里 有的时候很难 让他顺服 就不能控制他全身 马口中的绝环 使人能控制他的全身 我们也当把 如同类似绝环 放在口中 叫我们能控制自己 就类似这个比喻 那船也是的 第四节说 船虽甚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使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 所以呢 舵是在船船外的一个木板 所以控制掌舵的人 就可以控制他的左右的转动 控制他的方向 所以雅各能用船的大小 与舵的大 与舵的小 人身体的大 与舌头的小 来做比较 船在狂风暴雨中 仍然可以靠小小的舵 来控制他 人同样也可以靠小小的舌头 控制全身 所以呢 这里就一个祝福的话 和咒诅的话 一个对比 紧接着在第五节 第六节这里说 这样舌头在白铁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能点着 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铁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船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它是白铁中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指的说夸大 狂的话 也表示这种说话呢 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是有分量的 舌头的比喻 那我们知道火呢 是用来取暖的 做食物的 像奥运会 火炬 象征着火把 火炬 象征着希望 那同样呢 火 小 最小的火 却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用小和大 做比喻 有句话说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那同样 这个经验说 能污秽全身 一个 一个人言语不慎的 就要暴露出 人的缺点 这就算是呢 这个 就不算是个完全的人 这马太福音 十五章十一节说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 乃能污秽人 话语如通火 如果不加以控制 其破坏力 也是如此 不论是在婚姻 工作 名誉 教会的生活 朋友间的友谊 之间呢 都不例外 言语能够产生 连锁的反应 如果没有言语的控制 即使 你没有恶意 也仍然 产生 破坏力 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丈夫 下班回到家里 一天工作 已经很累了 但是呢 在家里 太太 一天的家务忙下来 也是很累的 并不亚于上班的丈夫 可能会更累 带孩子 也是蛮辛苦的事情 当丈夫呢 面对着 下班 面对着大孩子 小孩子的吵闹 和太太的辛苦 也会需要 丈夫的言语 或安慰 或是鼓励 或是称赞 但有时情况呢 都不尽人意 都会产生许多的问题 通常在 婚姻的辅导当中呢 你常常会看到这个现象 先生 说这个 太太说那个 甚至有的时候 脏面就吵起来 其实很多都是用言语 惹的祸 听得最多的就是 彼此指责的言语 比如说 我不能接受你这个说法 或者说 你说的都是歪理 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通常要 禁止 自制 两个人说话 所以当一个人 不冷静的时候 最好 不要说任何的话 因为话语的控制 不只是因为 话语有教导的作用 也有破坏力 所以家庭 孩子 事业 可能因着言语的不大 会产生 很不好的影响 也看到 有 许多家庭 因为没有 合宜的 或者智慧的言语 就会产生 产生很多的分离 在真言21章23节说 谨守口与舍的 就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重要 当人失控的时候 这是说的话 很多时候是不合一的话 也不会说造就人的话 所以在以福所书第四章 讲到新人的生活 新了新生命 新人的生活 这里讲 污秘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静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始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数的日子来到 保罗说 我们说话 不造就人 就是叫神的圣灵担忧 如果不是建立 基督的身体的言语 神不愿难 我们也需要向 诗人的祷告 诗篇19篇14节说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愿了 在雅各书 第三章七到八节 这里说 各类的肘兽 飞禽 昆虫 水竹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可以被人制服 围族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人的毒气 这里说 各类的肘兽 飞禽 昆虫 水竹 本来都可以制服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 扎鸡团 马术团 有很多的动物 训练很好的 这里说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那神创造万物 就要给人类去管理 这些受造物 完全被人制服 可以被制服的 有人的舌头 人的舌头 也有人能制服 要说就说 造谣伤势 身心疲乏 身受疮痛 各类的动物 可以顺服 这里说 唯独舌头不能 人唯独不能制服舌头 用字说 不止息的恶物 如同毒气 原本的意思 是舌的毒液 就可以说 可以用言语 伤害人 舌头是一个致命的武器 没有人能制服舌头 说的是 罪人的生命的问题 人不能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神能制服一切 亵渎诽谤 谣言败坏的舌头 这我们愿意 让神来改变 让我们的舌头 言语 由主的圣灵 来掌管 唯独的出路 向耶稣 基督 掌管 我们的生命 那言语呢 显示 内心 第九节 第十节这里说 我们用舌头 颂战 那为主 为父的 用舌头 咒主 照着神 形象 被照的人 颂战和咒主 从一个口里 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言语呢 显示我们生命真正的特征和品格 所以雅各这里指出 我们的言语 如何的不一致 我们说这些用法 这里说用同一张嘴 可以 我们的主日 在教会当中 赞美神 那走出教堂 可能回到家里 可能会吵架 我们会 说赞美神 换 另一个场合 会说 不 会有 不尊重 或者斥责人 一口两舌 口是心非 这都是对人 注意的声音的描述 用舌头 咒主 那造神 形象 被造的人 这里有一个 哥德式科幻的小说 华生博士 是英国作家 Robert Stevenson的作品 所以是非常 筷子人口的经典小说 小说的 书中的主角 是一个善良的医生 Jaco 他呢 把自己当作 实验的对象 喝了一种 一种 实验用的药剂 将自己当作 实验对象呢 最后呢 导致了 他的人格的分裂 说变成了 夜晚 就变成了 邪恶的 Hider 双重的 这种人格了 本来他身世 很谨慎的一个人 便一变成呢 到了夜晚变成了 奇怪 无所顾忌 本来是天使一般的人物 变成出炉 没有教案的人 本来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而呢 都变成了暴徒 所以呢 这部电 这部小说 也被排成电影 变成音乐剧 也流行很广 上海的歌剧院 也将它排成歌剧 在上海和广州演出 得了很多好评 这呢 Zeko和Hider 就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双重人格的代称 因为这里面描写的人物 整天是徘徊在善恶之间 心灵的内疚 和犯罪的快感 这种不断的冲突啊 在令他饱受折磨 似乎是看似荒诞无际的故事 但是呢 也蕴含了很多深刻的人性的命题 那人到底是黑白分明吗 或者一成不变的 非善即恶 或者是既善也恶 或者是时善时恶 说那个截然不同的性格 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雅各书呢 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 这里说 全员从一个眼里 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填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填水来 那怎样的井 或树 或苹果树 能结出樱桃吗 这我们的问题 其实不是舌头的问题 是心的问题 内心是怎样 就言语 显明出来 这马太福音 12章34节说 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人的内在 如何会流露出来的 舌头 言语 就是展示 我们是怎样一个人 言语 也显示着我们的内心 称颂和咒诅 竟然出自同一个准 这是不应当的 新约当中 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 雅各用了最强烈的字句 表示反对这种行为 这是不对的 同样的 甜水和苦水 也不能够出自一个泉源 无花果树 不能够生橄榄 葡萄树 不能够生无花果 咸水 也不能够发出甜水 那用的言语 是能启迪他人的 真言十八章 第四节说 人口中的言语 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 好像 浓流的河水 艺人或政治人的 口中的言语 是生活的景 真言十二章十八节说 说话浮躁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能却为一人的良药 真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 人心忧虑 屈而不深 一句良言 使人欢欣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真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 一句话说的何疑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 所以当人在灰心 失望 言语能给人更新 鼓励 言语能启迪他人 那么解决言语的方案 这段经验提醒我们 需要 换心手术 换心手术 换心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心 新旧的心 跟实际的换心 不是换心炸 是把我们罪人的石心 石头心换成肉心 这是关键 所以以西节 以西节书十八章 三十一节所说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的罪 或尽情抛弃 制作一个心心和心灵 如果井水苦 换打水的器皿 是没有用的 水不会因为换了打水的器皿 而变甜 我们可以改变外在的 包装自己 或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如果我们的心 不换成耶稣基督的心 一切的改变 都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需要 是新的生命 这在哥林多后书五章 十七节所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生命 新的心和新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的祷告 四篇五十一篇 第四节说 神啊 求你为我造 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和口中的话语 出自内心 我们需要新的生命 要成长 我们需要用超然的 神的力量 求神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需要真实的改变 要成长 需要靠主 四篇一百十七篇第三节说 耶和华 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但是我们知道 靠我们自己 完全不行的 我们的生活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 尤其在情绪失控的时候 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祷告 神啊 保守我的嘴 说你要我说的话 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会没有言语的控制 有时之后又后悔 你需要神 每天时刻的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需要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力量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 让神的话 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的生命 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上 同样需要说 我们说三思而后行 同样也需要三思而后说 雅各书第一章四九节说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 刚用的比喻呢 舌头就像绝 绝环 或舵 控制着 掌管着 生活的方向 雅各说 控制我们的舌头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耶稣 基督 掌管 我们的内心 掌管 我们生活的方向 很多人呢 也是说 不想说就说 或者是 没考虑后果 所以我们 需要操练 慢一步 再说 经过操练 我们的生命 就会改变 我们的言语 真言十三章第三节说 谨守口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在彼得前书 三章第十节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人 嘴神不说诡诈的话 所以 真言当中有很多 关于言语和口舌的话语 真言十二章四八节说 说话符罩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那雅各说呢 这段经文用 全缘出水 果树结果 都是根据源头 和生命 那人的言语 也是基于我们里面的源头 就是生命 那心怀二意的人 必然是一口两舌的人 有什么样的生命 就有什么样的言语 我们如果可以顺服圣灵 依靠主 把耶稣基督的生命 建立 并可以活出来 自然会流露出 被神炼净的智慧 有合宜的话语 会控制口舌 必须要先接受 实质下的救恩 来竭尽我们里头的生命的源头 所以有句古话说 一人兴邦 一言兴邦 一言上邦 那耶稣说 你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言为心生 神造舌头 是要我们说真理的话 就是造就人的话 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王子里面一样的珍贵 所以我们特别要靠主 保守我们的口舌 就像先知以赛亚 说用炭火 沾我的口 因为我的口不结 所以这里面是先知以赛亚 说他结尽他的口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言语是我们生命状态的一个表现 透过言语 可以表达出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是顺服圣灵的管理 还是顺服肉体的操纵 我们的言语 应该是被约束的 智慧的言语 应该有爱神爱人的动机 同时应该有诚实无畏 境界谎言 流言 污秽的言语 和恶毒的言语 应当说造就人的好话 这爱神爱人 和诚实无畏是一种选择 控制舌头 不但是灵性 不但是灵性成熟的证据 也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途径 从甲各书 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言语的影响力 是极其重要的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对每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都需要生命长大成熟 有造就人的言语 影响人接受福音 生命影响生命 言语是生命的流落 人若缺少智慧 可以向神求 这是神给他的儿女 一个宝贵的应许 我们可以向父神求智慧 来约束我们的舌头 说出祝福人 造就人 充满智慧的言语 要么一同来祷告 感谢爱我们的主 主啊 一名一 请不吝点赞订阅